兩位喜歡吃果仁嗎? 喜歡, 我喜歡吃開心果 吃春很開心 宋師姐 我喜歡吃腰果 兩位都是果仁的支持者 對, 果仁這麼健康 多吃一點也不怕 那又不是這麼說 不如請教一下 豬賊營養師蔡子柔姑娘 我們來講解一下果仁的好語話 有請蔡姑娘 有請蔡姑娘, 你好 蔡姑娘, 請坐 蔡姑娘, 什麼叫果仁呢? 果仁一般是植物的種子 對, 果仁會有很堅硬的外殼 而且裡面的油脂會比較豐富 有時候我們會叫它們堅果 果仁有什麼好處呢? 果仁第一, 它會有很豐富的油脂 或者是我們經常聽的 多元不飽和脂肪酸 和單元不飽和脂肪酸 我們俗稱的好脂肪 可以幫助我們維持心血管的健康 第二, 果仁也是很豐富的植物性蛋白質 如果本身是素食的人士 其實果仁也是其中一種 蛋白質很重要的來源 同時果仁也會有豐富的膳食纖維 也可以幫助我們長度健康 以及增加那一餐的飽覆感 譚美, 我什麼時候喜歡吃果仁? 你會吃果仁嗎? 我嗎? 通常晚上看球時 喜歡一邊喝東西, 一邊吃 我口裡有些東西咬一下 先吃什麼呢? 通常是花生… 花生是嗎? 那些 你吃多少? 一次那麼多, 不斷地吃 好…請教蔡姑娘 蔡姑娘, 什麼年紀的人 都最喜歡吃花生 可否說說花生的營養價值? 一般, 這麼多種果仁裡 花生的蛋白質最豐富 同時也會有膳食纖維 如果你看到花生出去買 它會連上衣有層啡啡色的東西 如果吃花生時連上衣食 那些纖維就會更加豐富 有些刨衣, 白白的就沒有纖維 它也會有, 不過沒那麼豐富 所以如果面前有得選擇的話 你最好選擇連上衣 對身體有什麼好處呢? 剛才提到 因為它是這麼多種果仁裡 蛋白質比較豐富 一般可能一個手心這麼大的花生 其實大約會有七克的蛋白質 就等同於一隻雞蛋的蛋白質 這麼少而已? 對, 大概一個手心 就會有一隻雞蛋的蛋白質 所以如果你吃的時候 份量控制得好 其實它是一個不錯的小食 或者有時候可能你做運動前後 你想補充蛋白質 其實它也是一個挺輕便 你可以帶來帶去吃的小食 同時剛才提到 其實它的纖維量也挺豐富 這些纖維其實也幫助搶蕩、魚動 以及維持著健康的腸道 譚領豪, 看球時這樣吃 它不是吃醬汁, 它整晚吃 它吃了十幾隻雞蛋 對, 我吃到的雞蛋也挺好 對 不過始終剛才提到 其實花生是堅果 油脂比較豐富 所以我們不能一次過吃太多 雖然蛋白質是豐富 有時候如果晚上, 例如看球 又想吃, 但又怕自己吃得很多 其實你就可以配搭其他東西來吃 例如你可以開一杯乳酪 你加一些花生 你就不會一直吃, 一直吃 就吃太多花生 就是令自己快點飽了 沒錯 或者有時候可以沖杯茶 你一邊喝茶一邊吃的時候 你減低進食速度 都是一些好方法 避免自己一次過吃得太過涼的花生 另外, 除了花生 宋芝寧很喜歡吃腰果 腰果又有甚麼營養價值呢 腰果雖然沒有花生的蛋白質那麼豐富 但其實它有很豐富的微量營養 它有鱗、鎂、鎂和鎮 鱗是一些幫助我們維持著牙齒 骨頭健康很重要的營養素 鎂是幫助我們神經、肌肉放鬆 有助入衰 而新是維持新陳代謝 一個很重要的微量營養素 但是很多時候腰果 都用不同的方法去煮或煮 其實這樣會否破壞了營養價值呢 那就會很視乎到底你煮的時候 第一, 譬如你在家裡煮腰果 你有沒有用很大量的油去煮 當然, 通常都是過時過節的時候 炸炸起來炸完一起吃 很香的, 又脆口 因為其實腰果本身 油脂已經很豐富了 所以如果你用炸的方法 加很多油 熱量就會再進一步提升 所以如果有時候 我想吃香口的果仁 但又不想加太多油 你就可以選擇烤焗的方法 就會比較理想 有時候果仁的煮的溫度 都會很影響到果仁能放得久不久 因為果仁的油脂如果遇到很高溫 就會變得不太穩定 一般家庭煮腹煮飯不會很高溫 小油快炒就不會有這個問題 營養素其實都可以保存得到 但如果油炸很高溫, 煮了很久 油份就會不太穩定 有時候可能你買了果仁 你會覺得有點油益 原因是因為它高溫煮完 不太穩定 你又沒有好好保存它 可能你放在那裡 袋子又沒有封實 接觸到空氣 其實儲存方面也不太理想 如果我減低你剛才所說的所有做法 我只是烤焗它, 但我高溫焗 焗完之後我馬上吃 又不儲存它 這樣會否破壞了它 豈不是更好嗎 這樣的話 就會避免了 剛才說的, 會有那股油益味的出現 所以每一次煮少一點 或者可能你出去買的時候 你買些小包的獨立包裝 即食用就算了 對 沒錯, 你開完吃完那包 你就不要買一大包 那就避免了儲存的問題 那杏仁在果仁之中有多特別 杏仁在那麼多種果仁裡面 它的鈣質最豐富 鈣質是幫助骨頭、牙齒健康 防止骨質疏鬆 但是雖然它的鈣質很豐富 我們也不可以單單靠吃杏仁去補鈣 因為剛才提到每一天的份量 大概是一個手心 大約是30克的杏仁 其實只能提供到 少於每天所需的鈣質的十分之一 所以如果你真的想保持著你的骨頭健康 不想將來有骨質疏鬆 除了吃杏仁之外 你也要多吸收一些 譬如說奶類製品 確保自己吸收得足夠的鈣質 另外它跟花生一樣 那些杏仁的纖維糧也挺豐富 不過也是那句 即使你每一天都有吃杏仁 份量控制得好 其實大概都是每天所需的十分之一 所以我們也要透過吃其他食物 像蔬菜、水果 去吸收當日足夠的纖維糧 但是吃杏仁 我們很多時候喜歡打造杏仁糊 杏仁奶去吃 但如果打碎了之後 那個營養價值又會不會失去呢 假設如果我們做杏仁糊 杏仁奶的時候 沒有加額外的糖分 而且我們吃的時候 連著渣子一起吃的話 它最主要的蛋白質和脂肪 都可以保存得到 不過當我們打磨完之後 其實它的纖維糧就會破壞了 那個白幅感也沒有那麼多 所以很容易吃得太過量 而且市面上很多杏仁奶 你會看到它比較清澈一點 很滑 沒錯… 其實很多時候它們會隔渣 當它隔渣之後 其實它的營養素都會大大降低 好處就是它的熱量不會太高 但是不好就是 其實它的營養素 都不會吃杏仁的營養那麼豐富 但是我做杏仁糊,它是糖水 不甜就不好吃 我可以怎樣… 用什麼糖是健康呢 如果有時候自己在家製作 又想有一點甜味 但又不想加那麼多額外的糖 你可以選擇一些比較天然的代糖 譬如說羅漢果糖 或者有時候有些人會加點水果 譬如像香蕉一樣 就有些天然的果糖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那麼開心果呢 開心果呢 它也有很豐富的微量營養 我們有一種叫甲 就可以幫我們穩定和降低血壓 最後就是核桃 核桃在這麼多種果仁裡面 它的油脂量就比較豐富 包括了我們經常聽的 奧米加3、奧米加6 而且值得一提的 就是它3和6的比例都比較理想 所以可以減低身體的炎症 降低壞膽固醇 防止我們一些患有心血管疾病 其實果仁這麼健康 我一天三餐這樣吃多一點 其實不是吸收多一點 對, 反正這件事很喜歡吃 快一點 這樣不可以 因為我們剛剛有提到 果仁的油脂量很豐富 所以如果你一天三餐都吃果仁的話 你就會攝取太多的油脂 第一就是熱量太高 會令體重上升 第二就是你想想 如果你三餐都吃果仁 你吃得很飽 就吸收不到其他的營養 其實你那一天吃的東西 都變得不均衡 但我們吃果仁很開心 例如你吃開心果真的開心 吃得很開心 你不停地吃, 不停地吃 你有營養師叫我們吃得健康 但我們吃得又不開心 我心理上有壓力又不開心 那我怎樣去平衡 我想你最主要就是 第一, 你可能選擇一些 譬如說配搭一些 你吃完之後會覺得開心的東西 例如你說 我吃太少這個, 我吃得不開心 但原來我喝杯茶, 我很開心 或許我配搭另一個健康點的食物 我也會吃得很開心 或許配搭一個你喜歡的活動 看球, 可能你會很開心 你可以平衡 可以平衡 但有藥, 有什麼人要注意一下呢 如果吃果仁 果仁, 因為普遍來說 其實大部分人都適合去吃 但當然第一, 就是要了解自己 本身有沒有敏感 因為有些人可能有花生敏感 堅果敏感 第二, 因為它的油脂比較多 其實也不是那麼容易消化 所以如果譬如說 你本身腸胃有些不太好 可能你就要問醫生或相關專業人士的意見 那吃多少才叫恰到的好處呢 大概每一天就一個手心的份量 就視乎果仁的大小 譬如說比較小顆的 可能是一些腰果、杏仁 就15至20顆 當然有時有些恰到比較大 就可能6至8顆 就是每一次的份量 我很不開心 即是台上我看到你這裡 每一堆是這麼多 就是吃這麼多, 每天就是這麼多 通常以一個小食來計算 即是可能你說你現在又未到正餐時間 但又有點餓, 想吃一點點東西 那就大概是這樣, 就是這個份量 謝謝你, 蔡姑娘 讓我們認識這麼多 是的 吃這些都吃得這麼少 是的, 別吃這麼多 要適量, 適可而止 今天真的謝謝蔡姑娘的講解 有任何問題 記得詢問相關專業人士的意見